冒销部执法组今早在部城总部 针对取缔满星云集团一事召开记者会 该部主任那都罗斯兰证实 已经冻结了属于满星云集团创始人 兼行政总裁那都司令赖云的72个银行户头 被冻结的银行户头 包括赖云和其他高层的私人户头 涉及数额高达556万人级 为了让赖云留在国内配合调查 当局也把他列入移民局黑名单禁止他出国 贸销部也在记者会上展示了部分 在昨天的突击行动中 搜获与金字塔非法活动有关的物件 由贸销部警方大马公司委员会 国家银行等执法单位所组成的调查队伍 昨天早上兵分多路 突击满星云集团总部分行 以及多名高层的住家 起获了98万令吉的各类电脑器材 93万879令吉的各国货币 以及26辆总值623万8千令吉的交通工具 罗斯兰说该集团创始人赖采云和其他高层都全面配合执法组的调查 但当局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 当局也认为 暂时无需传照协助满星云站台的代言人问话 另外大约20名贸销部官员今天下午 也再度突击检查满星云集团旗下的 宇天树商城楼上的两层办公室 NTV7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农获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农村